也要是什么标注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定要是线性 不能用对齐式 那从我们抓这一点 一直到这一点 然后拉一下 水平 现在是89.28 那把它改一下比例 选取它 空白键 基准点的话我们原则上用这一点 然后 参考 参考长度的话就是 刚刚指的这一点 到下面这一点 然后 高度的部分的话重新再给它一个 这边 上面到下面 两边80 enter 如果给它80 各位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斜斜的方向 斜斜方向 所以如果刚好要80的话 那我们可以 纵向 上面到下面 再一次 选取 垂直方向 所以如果说你刚好这一点好了 那往下 要刚好 要 垂直的话 如果你怕说 你就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虚线出现 比如这样子 垂直的方向 然后 然后再来 给给这个 处理一下 基准点 一样是这一点好了 然后 然后 刚刚这地方 一样 比例 选取它 然后空白线 基准点 也要选这里 我们找一个 基准点 这一点好了 然后 R enter 参考的 这个 我从上面这一点好了 从上面这一点 特别注意你往下抓 一定要抓垂直 所以你避免说像如果基坐标 可能会偏一点点 那你可能做出来就不可能 不会刚好是80 那你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 你可以用正交 正交 那我们从上面这一点 往下 抓垂直 它一定是垂直的 正交的话 只有上下左右是个方向 那你抓这个端点 点一下 OK之后的话输入80 新的长度80 这个时候的话标注出来 才会是正确80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们可以透过这个正交 来做处理 会比较不容易犯错 我可以把画面先画给各位 试试看